台東特有種保育類動物長須山羊 因物彩社區民眾趕山豬的軟鋼索 兩腳被困住 民眾發現後立即發動搶救工作 順利解開鋼索 民眾表示說搶救保育類山羊 就是保護自己的觀光資源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抓你的 我把你發死掉 民眾一邊幫物中陷阱的山羊 進行解套的工作 還一邊跟他說著對不起 台東的立即二地 含刮了立即以及復原兩個村 由於當地特殊的二地地形 生態也有別於其他地區 先前就有一隻長須山羊 悟觸了山豬的陷阱 居民在發現後 立即通報當地的生態工作者 協力將陷阱移除 而村民也向受困的山羊說抱歉 在野犯完山羊後 還揮手跟他說再見 這個就是那個山豬出沒的那個路徑 山豬出沒的路徑 哦真的有小路呢 沒有 由於該地區時常會有山豬出沒 居民才會設置陷阱 要防止山豬的入侵 如果遇上誤觸陷阱的山羊 就會協助解救 所以解救了一隻 就如同保護了當地的觀光資源 為什麼這個生態觀光對復原社區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地址公園裡面的一個一塊堡 以永續經營來講 如果說這隻山羊 如果說被獵人抓去 它頂多賣個一萬多塊 如果說以永續發展來講 它我們如果說看到一次 就我們會十分十二萬分的高興 也就等於說一次我們可以賺一個十二萬 如果看兩次的話就二十四萬 看三次的話就三十六萬 這樣是永續經營的一個概念 社區民眾合力解救誤觸陷阱的長須山羊 除了讓生態可以永續經營之外 社區也會加強尋守 拆除農民和獵人設置的軟鋼索陷阱 讓山羊能夠在山區自由的活動 記者陳吉林 悲難相報導